舰艇上出现暴徒遇捷船 故事传出枪响 台湾海军出动M-8和M-96突击快艇 搭载武装突击队员 在火力掩护下架设旅提登船 快速登上甲板击杀暴徒 按上汗马车出动接应 歹徒仍不死心 持续与海军陆战队的特勤小组扭打 最后仍不敌国军被押解带走 在台湾 这个周末海军左营基地将开放民众参观 9日进行寓教 反截船演练与小型的抢滩登陆 都是首次公开展示 海军副司令高天忠说 本市营区开放是海军联路最大的一次活动 目的就是要将国防建设 与民众紧密的结合 借由近距离的接触 让大家能更进一步的认识海军 了解国军 并借由本市开放的活动 增进全民国防认知 深化全民防卫的意志 接着海军陆战队的小型抢滩演练登场 海面上AAV-7两栖突击车先在海上发射防红外线烟幕弹 防止登陆时敌方的反装甲武器对我进行攻击 并掩护三艘核子艇向海滩抢进 登陆艇内各搭载了15名陆战队员和两辆汉马车 以三角队形前进成功抢滩 这次营区开放也展示了台湾最新的磐石舰 前舰长郑乃斌说 9日的海上操演还包括台湾制造的光溜飞弹快艇 从海面的两端互相使劲最后对遇 以及S-70C反潜直升机与500MD反潜直升机 分两组进行空中分裂式飞越司令台 也有模拟船舰失火的救火操演 出动脱波水柱洒水 静态展示还包括天弓三型飞弹 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飞弹 海用天舰二型飞弹等 展现国军建军备战成果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高雄报道 作为制作为制作为供押 古房 水柱派水柱 需要��迹 入态